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及的事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有一种叫人类辅助生殖的技术越来越普及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试管婴儿 简单来说就是让卵子和精子在体外人工控制的环境当中完成受精过程 然后再把早期胚胎移植到女性的子宫当中 最后在子宫中孕育成为孩子 这个技术给不少夫妻都带来了希望 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少 在我们今天这个事情里头 浙江的杨慧和丈夫阿军也想通过试管婴儿实现为人父母的心愿 可是没想到却遇到了个大麻烦 当时杨慧夫妻进入到了关键环节 这个试管中的胚胎终于培养好了 只要把胚胎移植到杨慧的体内离妊身就更进一步了 也就在这个杨慧满心欢喜等待胚胎移植的时候 那医院方啊却突然告诉杨慧 他们不能给杨慧做这手术了 为什么呢 医院的一番话让杨慧目瞪口呆 这个医院表示因为杨慧的这身份出问题了 你这个属于单身妇女 我们不能跟这种单身妇女实施胚胎移植 医院方面这就说了 根据人类辅助生育技术和人类精子库伦理原则的规定 其中有一条就说明了 医院不得为单身妇女进行胚胎移植手术 鉴于杨慧的情况不符合相关规定 所以医院拒绝为杨慧实施最后的胚胎移植手术 可是不对呀 杨慧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怎么会是单身呢 要是他真的单身 怎么可能去医院做试管婴儿呢 而且这时候试管里的胚胎都已经配情成功了 要是因为单身不能做手术 医院早就应该说不能做呀 为什么到现在才讲 这还真是越说越奇怪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事情之所以会变成这样 跟一个人有关 那就是杨慧的丈夫阿军 当时在阿军身上发生了一件事 才造成了如今这个局面 说起孩子这件事嘛 杨慧是忍不住叹气 他说这一路走来真的是历经坎坷呀 杨慧说呀 自个儿和丈夫阿军结婚多年 虽然生活得很幸福 可是呢还是有遗憾 那就是一直没孩子 这让家里人挺着急 要说小抱孙子这估计是很多老人们的心愿 但是对于阿军家来说呢 这份心愿还尤其迫切 因为在当地的这个渔民家庭当中啊 有一个世代相传的观念 那就是希望自个儿的家族人丁兴旺 您想啊老人家平时在一起唠嗑 眼瞅着别人家都儿子绕西 再一想自家那能不着急吗 其实不光是老人 杨慧夫妇俩心里头也急着呢 尤其是杨慧 全家人里头他比谁都着急 一方面他和阿军感情很好 特别希望自个儿能够生下爱情的结晶 另外一方面他也明白 身上承担着那个所谓的传宗接待的责任 为了尽快怀孕 杨慧和阿军呢就决定到当地医院 坐管全面的检查 可是检查的结果就给了杨慧当头一半 男方是没问题的 然后女方呢跟他做了个数量管检查 发现这个女方的数量管已经梗住了 理论上来说他自己怀孕的概率就很小 怀孕概率很小 这几个字就跟那抱着一样 在杨慧的脑子里头是噼里啪啦作响 原来这么多年怀不上孩子的原因 竟然是出在自个儿身上 杨慧心里头就觉得对阿军一家有些内疚 不能让全家人的希望因为自个儿而落空 杨慧决定无论如何 要赶紧把自个儿的身体调理好 想尽办法也得怀孕 都说爱美是女人的天性 可是杨慧总是祈祷 只要自个儿能怀孕 自己宁愿长胖几百斤的都无所谓 可惜当时杨慧尝试了不少的办法 却怎么都不见成效 杨慧十分的失落 难道自个儿永远都无法成为一名母亲吗 就在这个时候经过仔细检查 医生表示有一个办法 杨慧可以去试一试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说只能做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 这个杨慧之前听说过 也知道是有不少成功的案例 虽然自己对这个技术不太了解 心里头也打鼓 但是为了尽快怀孕 杨慧不想错过任何一个机会 在和家人商量之后 杨慧和阿军就怀着忐忑激动的心情来到了医院 最终决定做试管婴儿 签署了相关的执行书 同意书之后 杨慧夫妇就正式踏上了试管婴儿这条路 可是这个过程却远比想象中的艰难 前期杨慧需要口服和注射促进排卵的药物 之后要进行取卵取经手术 再选取优质的卵子与精子进行配型 从而产生优质的胚胎 乍一听上去似乎挺简单 可是光取卵这一步 就让杨慧吃了不少的苦头 就是取卵的时候的确是很痛的 但我心想嘛 反正别人都也是这样子做 人家都能坚持 我肯定能坚持啊 然后这样想就没什么了 为了早日实现为人母的心愿 杨慧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 那一刻杨慧是切身体会到了 做母亲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虽然身体上承受着不小的痛苦 可是对杨慧来说 丈夫阿军的体贴 却让她在心里上产生了莫大的安慰 她当时也在照顾我的 倒水啊 这些啊 她都要看着的 看着阿军忙前忙后地照顾自己 生怕自个儿有一点难受 这就让杨慧十分感动 也更加坚定了 要为阿军生下爱情结晶的决心 她恳切地祈祷这胚胎配型 能够成功 那么胚胎配型结果究竟如何呢 很快 医院的一通电话 让这小两口是欣喜无狂 医生就会就打电话过来了嘛 就说你过来交一下那个费用 那个配胎已经配成功了五个啊 人家都娶十几个 我才娶六个 配成功了五个 那不运气不是挺好的吗 然后我老公说 哇五个啊 那挺好的 他就这样了 一下子就配型成功了五个胚胎 杨慧说当时阿军激动的都快跳起来了 觉得老天对自个儿夫妻两个真的是不薄 都说万事开头难 这第一步就成功了 看来这次怀孕真的是很有希望了 接下去嘛 只要把胚胎移植到体内 离实现为人父母的心愿就更进一步了 杨慧仿佛都已经能够想象到不久之后 自己肚子一天天鼓起来 那个韵味十足的幸福模样了 可是让杨慧没想到的是 这时候医生的一番话 却让她的憧憬戛然而止 医生表示 这胚胎移植手术 现在还不能做 杨慧的这个身体状况不太好 她的子宫的内膜龙瘦性不好 那龙瘦性不好的话 就是说我这个胚胎放进去 很有可能就是不早上 不早上就是做这个胚胎移植进去 就是这一个周期就失败了 不会怀孕的 一听这话呢 杨慧心里头就邦当一下 看到杨慧失望的表情 医生呢又赶紧解释了 说你先别急 不是没有办法 现在做不了这个胚胎移植 可以以后再做呀 医生表示 他们可以用特殊的方式 也就是将那个胚胎冷冻保存起来 等他那个子宫情况正常之后 再将胚胎解冻 然后再进行这个胚胎移植手术 但是一听这话 杨慧起初有些不安 这胚胎能保存那么久啊 医生也就解释了 不用担心 这个保存是在零下196摄氏度的这个液态中冷冻保存的 在这种稳定的环境下 胚胎可以保存5到10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而且这种技术在国内外其实都很常见 所以这段时间呢 可以放心的调养身体 就建议他就是把这个子宫内膜去调节一下 三个月以后再来做动胚移植 医生告诉杨慧只要耐心的把身体调理好 三个月之后再来做这个移植手术也是一样的 听完医生的说明呢 杨慧总算是舒了一口气 按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赶紧把身子调理好 以最好的状态呢 迎接胚胎移植手术 就在杨慧满心愁拧着未来的时候 突如其来的一场恒惑 却给一家人沉痛一击 而杨慧心心念念的移植手术 更是因此受到了影响 因为丈夫阿军呢 突然出事了 那天凌晨呢 杨慧的丈夫阿军随渔船出海 却突遭海难 包括阿军在内的17名船员 全部失联了 突如其来的噩耗 让杨慧跌坐在地 无论当时经过多大努力的搜救 始终没有丈夫阿军的消息 等了好多天 然后他们就说 海上已经不在 没有在搜寻他们的消息了 然后心里就特别特别难过 我心里还要等他 阿军的家人无法相信 年仅34岁的阿军再也回不来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 恩爱夫妻再也不能团聚 一家人的伤痛我们不忍想象 可是对于杨慧来说呢 除了伤心 当时还有一件事更让他揪心 那就是眼瞅着胚胎移植手术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可是现在这种情况下 手术还要继续吗 这孩子还要吗 杨慧就陷入了痛苦的纠结之中 要吧杨慧觉得现在自个儿是一个人了 又没有工作 生养孩子的压力自己能承受吗 可是不要吧 看着公公婆婆期盼的眼神 自个儿又不忍心 更重要的是 回忆起阿军对自个儿的恩爱的点点滴滴 要个孩子 这也曾经是阿军最大的心愿 思来想去 最终杨慧做出了一个坚定的选择 我老公对我这么好吗 我就想留下来 然后不是一孕还保存的 有那个吗 那我一定要尽职 老婆保存下来吗 一想到那个冷冻的胚胎里头 还有阿军的血脉 杨慧就觉得生活似乎又有了希望 在阿军出事之后 孩子对于一家人而言 意义也不一样了 可以说如今这个孩子是全家人最大的念想和支撑 所以杨慧就决定 无论有多辛苦 自个儿也要把孩子生下来 对于一个单亲妈妈来说 杨慧鼓起了多大的勇气 做出这个决定 不应而愈 可是当杨慧满心期待的去医院 准备做胚胎移植手术的时候 医院的回复却让人始料未居 医院表示杨慧不能锻炼手术 杨慧就傻眼了 之前说我身体状况不合适 这次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就是节目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个原因 医院方面觉得杨慧的这个身份出现了问题 大家都是一致认为 那目前他等于是寒暖 寒暖以后 那么失踪以后 目前的状态 由原来的这个 已婚的状态已经变成了一个单身的状态 医院方面这就说了 根据相关的规定 他们不能够给杨慧实施最后的胚胎移植手术 可是对于这个说法呢 杨慧也很不服气 他觉得自己这种情况怎么能算是单身 我根本就不是单身啊 我的单身是造成的对吧 就是我老公不在了呢 是造成的 又不是说我没有嫁过人 没有结婚的那种单身是吧 对于规定的这个单身呢 杨慧和医院是各有各的理 但是杨慧觉得自个儿的情况特殊 毕竟现在胚胎是已经培养好了 就在那儿 就差这关键一步了 那是自个儿的孩子 医院凭什么不给自己机会生呢 可是医院这边却也十分的无奈 他们表示杨慧这样的情况 他们确实很少遇到 他们也一度很困惑 为了这个事儿呢 医院的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 还专门开会讨论过好几次 我们生殖医学伦理委员会呢 是由我们的生殖伦理学的专家 心理学的专家 法学的专家 相应的这些专家组成 那么我们呢 就是说也是非常的慎重 那么也是组织了这个专家 就是进行讨论啊 进行讨论 医院表示伦理委员会呢 也是经过多方考量 根据相关的规定 这才决定拒绝为杨慧 做胚胎移植手术的 可眼看自己争取了这么久 医院方面却始终没有改变 杨慧呢是彻底心凉了 回想起 从决定做试管婴儿到现在 杨慧觉得十分的委屈 又很不甘 自个儿不过是渴望 和其他人一样生儿育女而已 这么小的心愿 为什么上天都不给个机会呢 都说好事多磨 可是自个儿这一路走来 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难道都白费了 最终还是要让一家人 处在这个遗憾当中 再也没办法了吗 让杨慧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个时候 医院方面的一个举动啊 没听错吧 医院方面竟然主动让杨慧去起诉 这就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杨慧的遭遇呢 让医院方面也十分触动 但是一方面呢 他们确实它也很为难 因为没有杨慧这样的先例 所以只能希望法律能够为这件事情提供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 因为目前法律上面 就是说在辅助生殖技术上面 法律方面这一块 还有很多的空白地带 在这种情况下面 我们还是希望他去寻求一个法律的援助 于是杨慧也听从了这个建议 一纸诉状就往浙江省周山市富有保健院 告上了法庭 一边是按照规定认定杨慧现在是担下来 而且早在这个决定做试管婴儿的时候 自己和丈夫阿军就已经和医院签订了相关的同意书的 原告认为原告夫妇在被告处 签署了所有的医疗文书 这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 是原告夫妇共同的意思表示 被告理应继续实施该手术 现被告以原告习单身为有拒绝 毫无道理 确实这些相关文件上都有杨慧夫妇的签名 而医院这边却表示 这些知情书同意书是之前签订的 试管婴儿的流程很多 之后有很多环节 还会要求夫妇双方继续签署相关文件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以后那些文件谁来签呢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必须在夫妇双方 自愿同意并签署书面之情同意书后 方可实施 很显然 绑案员告丈夫 不可能也无法在佩胎移植手术 之情同意书中签字 医院方面这就说了 如果后续文件无法签署 那之后的环节还是无法进行啊 而且不能签署文件 还只是一个方面 之所以拒绝给杨慧做佩胎移植手术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出于对孩子将来的考虑 原告丈夫下落不明 且无法生还 如果原告进行佩胎移植手术 能够生育孩子 孩子一出生将没有父亲 单亲环境向成长 肯定对孩子的生理 心理性格各方面带来影响 从该人离原则中保护后代原则规定 如果有证据表明 实施人类辅助技术将会对后代产生 严重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损害 医务人员有义务停止该技术的实施 可对于医院方面的顾虑呢 杨慧这边却觉得正是因为孩子出生没有父亲 所以其他家人无疑会加倍的疼爱这个孩子 有更多的爱来填补父亲的空缺 不仅是爱的方面 在物质条件上 他们一家人也是有信心提供给孩子一个好的生活 杨慧这边的态度十分坚决 自己一家有能力给予这个孩子健康快乐的生活 所以医院应该给自个儿生孩子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 他们认为杨慧是因为突遭变故才成为了所谓的单身 医院不能因为这样就剥夺他的生育权 可是医院这边呢 是出于行业规定上的考虑 也有道理 双方呢各执己见 那法院到底会怎么认定呢 这个伦理原则呢 并不是把它当做一个一下法规 或者说部门规章来开戴的 因为它本身也不是这种性质 它只是卫生行政部门 所规定的一个规范性的文件 就这个案子来讲 其实呢我们是直接否定了它 无视单身妇女 因为法律上面我们还不能认定它丈夫死亡 即便能够认定他丈夫死亡 我们也仍然认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 我们应该是保障他享有生育权 如果通俗店家就是要给他有一个生育后代的这么一个机会 总而言之一句话 杨慧是依法享有生育权的 所以最后法院判决被告周山市富有保健院 继续履行与原告之间就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所签订的医疗服务合同 为原告实行胚胎移植手术 得到期盼已久的判决 回想到这一路的波折 杨慧和家人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 想起今后的生活 一家人又充满了动力 这次杨慧终于可以没有后续 这次杨慧终于等于胎移植手术和小生命的降临了 对杨慧一家人来说 这无疑是巨大的心理安慰 因为孩子一家人生活又有了些盼头 也多少弥补了一些失去阿军的遗憾 而医院方面虽然输了官司 但是看到杨慧能够实现自己的心愿 他们也十分的欣慰 我们还是尊重这个法院的判决 我觉得也是原来他的梦 尽管在外人看来好像我们是败了这场官司 但是在这个事情上 大家共同为小杨今后的生育问题 就找到了一条出路 出路 这大概是对这个判决最好的诠释 无论是杨慧还是医院方面都舒了一口气 对杨慧而言 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了自己的生育权 更是可以实现人生最大的心愿 对医院来说 得到了这样的判决之后 在后续医疗工作当中 其实也得到了法律上的支撑 也能够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 可以说这是一个双赢又暖心的结果 但是在今天这件事情里头 我们可以看到 在行业规定和法律规定之间 确实还存在着空白地带 所以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呼吁有关部门能够 好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 告诉给我们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你还想获取更多的精彩内容 就请您到各应用市场 去下载手机降细台客户端 好各位观众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